朋友们,大家好。欢迎收看这集教学影片。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使用ChatGPT的自定义指令,Custom Instruction功能,以及如何用繁体中文来填写这些指令,让ChatGPT更精准地了解并回应您的需求。 透过设置自定义指令,您可以个性化地调整ChatGPT的互动方式。 现在,我们将逐步教您如何进行设置。 第一步,什么是自定义指令? 自定义指令,是ChatGPT提供的个性化设定功能,让您能自定义AI的回应方式。 您可以告诉ChatGPT如何回应,使用什么样的语气,甚至提供一些个人背景资讯来帮助它更好的回应。 第二步,如何进入自定义指令设定? 一,首先,打开ChatGPT的主页面。 二,开启界面后,寻找设定图示,通常位于左下角或右上角,我的在右上角。 三,点击设定后,您会看到一个标签位自定指示或自定ChatGPT,点击开启。 第三步,如何填写栏位? 在自定义指令界面,您会看到两个主要栏位。 栏位一,告诉ChatGPT您希望它了解的个人资讯,如背景、兴趣或专业领域。 例如,我是一位来自台湾的YouTube创作者,专注于教学影片、故事创作和AI工具应用。 栏位二,告诉ChatGPT您希望它如何回应,如语气、风格或语言偏好。 例如,我希望您以轻松、友善的语气回应,并且使用繁体中文。 您可以直接用繁体中文填写这些栏位。 第四步,储存并开始使用。 填写完成后,点击储存,ChatGPT会根据您的设定来与您互动。 第五步,测试与调整。 设置完成后,您可以与ChatGPT互动,测试它是否按照您的偏好回应。 如果需要,随时回到自定义指令进行微调。 透过这样的设置,您可以让ChatGPT的回应更贴合您的需求,不论是用于内容创作还是其他用途。 让我们一起来实际操作一遍吧。 首先,进入设定页面,找到并点击自定义指令或自定义ChatGPT。 在自定义ChatGPT的标题下,你将看到自定义指令的选项。 接下来,我会针对每个栏位提供填写建议,帮助你更好的实现目标。 栏位一,你希望ChatGPT知道哪些关于你的资讯,以便提供更好的回应。 在这个栏位中,你可以提供个人的背景资讯以及你目前专注的领域。 以下是一个建议。 范利,我是一名内容创作者,专注于使用AI工具如ChatGPT和ClubChamp制作YouTube影片。 我热爱创作教育性内容,特别是教学如何有效使用AI。 我正在建立一个YouTube频道,希望获得有关编写脚本、影片制作和观众互动策略的帮助。 栏位二,你希望ChatGPT如何回应。 在这部分,你可以设定ChatGPT的回应语气和风格。 你提到希望进行轻松且友善的互动,所以可以这样表达。 范利,我偏好轻松且友善的回应语气。 请一步一步地提供建议,并通过提问帮助厘清我的需求。 请对YouTube脚本和影片点子提供创意建议。 处理技术问题时,请保持简单实用。 填写完这两个栏位后,点击储存按钮来应用你的自定义设定。 之后与ChatGPT互动,看看它如何根据你的偏好进行调整。 萤幕上图片说明ChatGPT会根据我们输入的语言进行自动调整来回应。 如果我们输入英文,它会以英文回答。 如果我们使用中文繁体,它则会以中文繁体回应。 设定步骤总结。 1. 打开ChatGPT的设定。 2. 进入自定义指令,或自定义ChatGPT。 3. 在栏位一中填入建议的文字,或根据你的需求进行修改。 4. 在栏位二中填入你偏好的回应风格。 5. 点击储存,来应用你的新自定义指令。 小结语提示。 自定义指令可以随时调整,让AI更灵活地应对不同需求。 记得保持简洁明确,这样AI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和回应你的需求。 我们的影片一步一步向您展示了如何在ChatGPT中创建属于自己的自定义指令。 这可以让您个性化地与ChatGPT互动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,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并分享哦。 我们下个影片见。